哇哟啦啦 哇哟啦啦 各位同学大家好啊 好快的又过了一个礼拜咯 同学们要过年了耶 要过年了耶 红包拿来 好开玩笑的 那今天来教各位一个红咚咚的一个作品 好那这是一个酒瓶的 酒瓶那个酒瓶的空缝的家 酒瓶挂式的一个DIY教学 红酒瓶 红酒瓶的挂式的一个空缝的家 好那怎么做呢 圆锥棒 圆锥棒 还有那个2.5的软线 2.5的软线 跟1.1.0的气线拿来绑的 那这一次做的红通通的红酒 代表也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概念 祝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啊 红通通 红通通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红酒瓶的DIY教学 好这个线啊 首先我们拉出来 当然啊 同学你可以做的更长一点 这个大概只有30公分左右 这个大概只有30公分左右 你可以做到40公分到50公分都可以 可以拉的更长 好那个我们线啊把它拉出来 把它做到差不多90公分 把线顺一下 拉到90公分减断 好 90公分减断以后啊 线要不要顺其实都还好 因为待会也是要顺线 90公分的一半就是45公分 45公分要稍微量一下 45公分 那靠在我们的小圆棒 这里 小圆棒这里 比较短的点 把它绕 然后一圈 好注意 你在绕的时候 看两端的线哪边短 哪边长 就拉哪一边 我这样绕起来 两边的线会一样的长 好 然后把它绕过来 两条线平行 抓一下对称 这样子 我现在就可以顺直了 好 两条线插一点点 没关系 我不要插太多 我现在稍微把它顺直一下 顺直就是这样子拉着 拉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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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多操作以后 才比较知道这个 铝线的一个特性 OK 好 好 拿出来 好 这个大圆小圆 要看你的空缝的 适合的大小 把它折90度出来 注意哦 食指靠很近 十字靠很近 手会痛 没有常做的手会痛 然后这样子把它推出来 线是在底下 那这条线在上面对不对 我们把它反个方向 我一样把它折出来 手指头靠很近哦 OK 折出来以后 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平行 平行 好 我们这边啊 大约差不多 2公分左右 或更多一点 你也可以抓3公分 3公分 把它折90度上去 好 注意看哦 折这样90度上去 角度 好 手法 好 记住那个细节动作 不是你推了就上去了 它就是可以这么的直角 好 这边一样 相同的跨距 好 大约 你量不出来这个跨距 用尺量也可以 好 这样子 注意看老师的手法哦 好 推履线是一门技巧 推履线是一门技巧 好 学会了 就学废了 学不废就多加练习 直直的 好 那我们拿起我们的 拿起我们的 PVC接头 接管 好 靠着 我们觉得要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边要做挂钩 要留点距离 大概剩个12公分到13公分左右 好 把它抓着 现顺值 看一边就好 好 看一边就好 直接把它推90度过来 好 推90度 这个90度刚刚好 不要多也不要少 好 就是这个弧度的90度 弧度这样子90度 那这样子 反过来以后就可以看着这个 就可以看着这个比例 好 它切过来的比例 好 就不会 线就不会差太多 好 这样子 好 这边一样可以靠着 我这个 圆切到了 底到 好 圆切到了 捏着 好 注意一下它两边有没有跑掉 没有的话 就把它压下去了 OK 那这个动作一气喝成就快速 好 常做的话它就快速 好 你的烘酒瓶不会是长这样子的 不会是开的 一定是细细长长的 细细长长的 把它抓一下 抓在这边 我们去抓一下 它的中心线 你看现在有点跑掉 好 把中心 底下的宽度 跟上面的宽度稍微转 推90度 好 这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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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住 合一下 再宽一点 好 往上推90度 这样子 合一下 合一下 好 调整一下 OK 好 这里好了以后啊 我们把 我们把 线啊 软的 1.0 踩一点点下来 踩个大概 2 30公分 拿来绕 把这里稍微绑住 当然你可以绑完以后 你可以换边去绕 好 好 这条线不见得全部要绑完 来丢多一点点线 再把它绑一下 好 那这里啊 绑到差不多 有差不多 2公分左右的距离 你也可以算圈 2 4 6 8 9圈到10圈 好 把它绕进来 9圈到10圈 把它做固定 好 固定在这里 好 线头也不会开 也不用绑太多 就可以剪断了 剪断 修一下 先靠起 好 先把它靠起 好 这是一种习惯 让它不强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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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两条线 两条线把它夹住 把这里夹住 直接推90度 左推 右推 都没有关系 左推 右推都没关系 推90度 两条线一起 或是这样子也可以 或是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子也可以 然后夹下来 这样子也可以 90度 然后 拿起我们的圆棒 拿起我们圆棒 顺着圆棒 顺着圆棒 绕个圆 绕成圆了 还是要修一下 把它剪断 剪断 那这个圆啊 你可以往外勾也可以 要往内走也可以 我选择往内走 我两个收尾往内走 这边比较吃力哦 夹起来 那边夹起来 收一下尾 OK 挂钩再把它修整一下 修正一下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好 这个比较长 这个黄酒瓶比较长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花中花放进去 放进去之前 我们先把细线缠绕好 放进去之前 先把它固定在这个 骨架上面 我先把它固定在骨架上面 我先把它固定在骨架上面 夹起来 好 放进去 最后这样 把位置瞧好 滑去调好 如果这里呢 底下 扑住就好了 好 慢慢倒进去 好 因为是软线 你也不用很大力去把它绑紧 不需要 好 轻轻地 旋住就好了 把多余的线把它缠到起来 因为它会再长大 你后续会再把它打开 会再把它打开 再把它卷回去 多余的线留着 以后等它长大以后 再把它固定一次 完美 再把它拉压 它那个酒瓶大小会跑掉一点点 OK 稍微绕一下有弧度 有胖胖的感觉 那种感觉 视觉效果非常的好 同学学费了吗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你要怎么去把它 做一个更巧妙的变化 都可以 刚开始学着老师的手法 继续操作也不错 可以快速的完成一个作品 那老师这边每个礼拜会推出 推出一到两支的免费DIY教学 喜欢我们的自助啊 或者是DIY频道啊 记得点选订阅追踪 开启小铃铛 在这边右下角 这边点选订阅追踪 开启小铃铛 最重要的还要记得 帮老师点个赞哦 透过你的赞啊 会让更多的同学知道 有这样的免费的DIY教学影片 好了 那这一支影片过后啊 就差不多要过年了 先祝各位同学啊 虎年行大运走路虎虎生风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